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收盘 鲍威尔重申谨降息立场 美股涨跌不移道指三连跌 4日凌晨 美股周三收盘涨跌不移 道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滑 美国3月ADP就业数据再次佐证美国经济仍在走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要对通胀有更多信心才会降息 SK海利市计划施资近40亿美元建设其首家美国芯片厂 SK海利市计划施资38.7亿美元在印第安纳州建设先进封装厂和人工智能产品研究中心 这家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制造商表示将在West Lafayette建立其首家美国工厂 纽约黄金期货周三收高1.5%鲍威尔讲话后金价再创历史新高 4日凌晨 金价周三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此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重申 近期就业增长和高于预期的通胀数据不会实质性改变今年经济政策的整体情况 周三美国WTI原油收高0.3%布伦特原油收高0.5% 4日凌晨 原油期货价格周三收高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的减产提价政策使油价得到支撑 尾盘 美股涨跌不移报威尔重申谨慎降息立场 4日凌晨 美股周三伟盘涨跌不一 美国3月ADP就业数据再次佐证美国经济仍在走强 使市场降低对美联储降息的压注 鲍威尔重申要对通胀有更多信心才会降息 欧洲股市小幅走高交易员评估经济数据和降息前景 欧洲股市小幅走高最新的美国经济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界 对利率将在长期维持高位的担忧 斯托克欧洲600指数在伦敦收盘时微涨0.3% PIMCO 美联储降息力度料小于其他国家压注债势正当起始 品号全球固收部门首席投资官Andrew Bolls认为 未来两年美联储的降息幅度会小于其他主要央行 现在正好是在债势压注的时候 鲍威尔对通胀持续回落的信心仍不足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政策制定者将等待更明确的通胀下降迹象出现后再考虑降息 鲍威尔表示 尽管最近的通胀数据高于预期 但并未实质性地改变整体局势 OPEC加维持减产措施油价逼近每桶90美元 OPEC加决定今年上半年维持减产政策 这将使全球市场保持供应吃紧 并可能推高价格 根据OPEC网站上发布的声明 由该联盟重要成员国组成的一个委员会 在周三召开的在线会议上 T.Rowe美联储如果过早降息 可能重蹈上世纪70年代的覆辙 T.Rowe Price Group Inc.首席投资 亚特兰大联储行长Bostick预计今年降息一次 而且要等到第四季度 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Rafael Bostick 称第四季可能是降息的合适时机 强调了抗通胀之路的坎坷 Bostick重申了他今年只会降息一次的预期 美国三月份服务业增长继续放缓 一项价格指标跌至四年低点 美国服务业连续第二个月增长放缓 一项投入成本指标跌至四年低点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综合服务业指数下降 1.2至51.4 主要反映供应商交付指标降至记录低点 鲍威尔 美联储有时间等评估经济数据后 再决定是否降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 政策制定者将等待更清晰的通胀下行 迹象出现后再降息 近期物价上涨数据并没有改变总体形势 鲍威尔表示 最近的通胀数据虽然高于预期 Steve Cohen预计四天工作制将到来 不过交易员和基金经理享受不到 亿万富翁Steve Cohen表示 未来更多企业将转向每周四天工作制 这是他投资高尔夫的原因之一 这位Point CR Asset Management的创始人 纽约大都会对棒球队老板表示 五盘 美股小幅走高道指与标普500指数连跌两日后反弹 4日凌晨 美股周三五盘走高 道指与标普500指数在连续两个交易日下跌之后反弹 美国三月ADP就业数据超预期 并创2023年7月以来最大增幅 再次佐证美国经济仍在走强 Stability AI发布免费音频生成工具 可创作AI歌曲 著名大模型开源平台 Stability AI发布音频生成模型 Stable Audio 2.0 现在允许用户上传自己的音频样本 然后通过提示转换音频样本 并免费创造AI生成的歌曲 欧股收盘谱涨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3% 德国DEX30指数涨0.44% 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02% 法国KX40指数涨0.29%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涨0.3% 美欧寻求利用AI寻找永久性化学品 PFAST代品 格隆会4月3日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声明草案显示 欧盟和美国计划利用人工智能来寻找半导体制造业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永久化学品的替代品 微软和Quantinum宣布在量子纠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格隆会4月3日微软和Quantinum今天宣布在量子纠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利用Quantinum的离子紧硬件和微软的新型量子比特虚拟化系统 研究小组能够在运行超过14 优步旗下外卖平台将首次通过Waymo自动驾驶汽车配送订单 周三 优步旗下点餐快送平台优时的客户将率先在凤凰城大豆汇区开始接收由Waymo自动驾驶汽车送达的订单 Waymo是Google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自动驾驶汽车子宫 宣布推出新节点戴尔科技涨超5.8% 周三 戴尔科技 Dell US 股价走高 截至发稿 该股涨超5.8% 保125.23美元 该公司宣布推出适用于全闪存产品的两个新节点 Dell PowerScale F210和F710 欧盟监管机构将交社交媒体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举行听证会 格龙会4月3日欧盟证券监管机构周三表示 根据社交媒体的提示选择股票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丰厚的回报 但从长期来看却不会 而且这种提示的影响会引发对投资者保护和维持是 比特币概念股走高MicroStrategy涨超4.5% 周三 比特币概念股走高 截至发稿 MicroStrategy MSTRUS涨超4.5% 加囊科技 CanUS Coinbase CoinUS涨超2% Marathon Digital MaronUS涨1.8% 迪士尼将召开年度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成员代理权之争将落下帷幕 格龙会4月3日迪士尼将于美东时间周三下午一点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届时股东将对13名董事会成员的选任进行投票 维权投资者Nelson Peltz和他旗下的对冲基金 Drian 美国股市的卖空活动激增 DMT板块被重点关照 格龙会4月3日根据高盛的数据 针对美国上市个股的卖空活动处于6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瞄准的多数是科技 电信和媒体板块的个股 分析师 美国ISM非制造业数据未达预期每日从高位回落 格龙会4月3日3月的美国非制造业ISM指数低于预期 为51.4 低于2月52.6的水平 主要分项指数一均低于预测值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物价指数 为53.4 较2月的58 早盘 美股全线走高到指涨于100点 3日晚 美股周三早盘走高 到指上涨于100点 美国3月ADP就业数据超预期 并创2023年7月以来最大增幅 再次佐证美国经济仍在走强 使市场降低对美联储降息的压住 美国服务业增长放缓 物价指数降至4年低点 格龙会4月3日3月份 美国服务业增长连续第二个月放缓 而一向衡量投入成本的指标 跌至4年低点 美国三月ISM非制造业 PMI下降1.2至51.4 福特汽车一度涨超2% QE美国电动汽车销量大增86.1% 福特汽车 FUS 一度涨超2% 最高处级13.57美元 消息面上 福特汽车公司第一季度 美国汽车总销量为508083辆 同比增长6.8% 电动汽车销量为20223辆 同比增长86.1%